各位投资者,大家晚上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蜜蜂财富晚报 今天是2021年的11月25日 二股判后,美股判前 我们的飞食团队还有David 我呢,则是主播Wilson 我看今天头条药文 生物医药公司Biotron 证明其药物功效 股价是大奖96.08% Biotron Limited宣布 其主要临床资药物 BIT-225在美国加利福尼亚的 Scripps研究所 进行的一系列动物和细胞研究中 以证明对SARS-CoV-2 具有显著且具有临床意义的功效 与未处理的对照相对 经过BIT-225处理的动物 显著预防了体重的减轻 与对照相对 BIT-225治疗动物的肺和血液中的 醋炎细胞因子也显著减少 结果显示 BIT-225在该COVID-19模型中 具有统计性和临床性显著疗效 该公司股价近日上涨了96.08% 受予0.11元 爱尔兰中央银行 允许支付公司EML Payments 签署新客户 EML Payments股价是大涨了 31.27% EML Payments Limited 在2021年10月28日向爱尔兰中央银行CBI提交意见后 EML的爱尔兰监管子公司PCSIL收到了CBI的进一步联络 该联络中CBI将允许PCSIL签署新客户并推出新的计划 同时保持在物质增长限制范围内 CBI很高兴继续与PCSIL合作 同意其风险管理和控制下的适当限制框架 该公司股价近日上涨了31.27% 收入于3.6亿澳元 锂电公司EGR已与韩国工业Posco签订了电池阳极材料协议 双方建在Posco的洋极生产扩展计划方面进行合作 通过公司在澳大利亚的新电池洋极材料工厂 和计划在欧洲的工厂供应ECORAF 无费电池洋极材料产品 该公司股价近日大涨了32.03% 收入0.85亿澳元 市值则为3.81亿澳元 成交额为738万澳元 锂电开发商ATC的实验室 实现了30%更高的能量米堵阳极 公司宣布在其位于西奥Pers的研发实验室 在锂离磯电池技术方面取得了重大投稿 研究团队破解了贵壁垒 锂离磯电池负极材料 能量保持率和容量提高30% 第二阶段研发将努力实现 超过目前30%的容量保持率 该公司股价近日大涨了27.27% 属于0.14澳元 市值则为1.8亿澳元 成交额为439万澳元 建筑技术上PKD签署了820万澳元的澳元车厂开发协议 PKD报告了西澳大利亚 QDAO的开发项目 第一阶段的设施和施工承诺将在22年的第一季度完成 第二阶段的建筑工程将取决于最终的市议会批准时间 股价近日大涨33.33% 收于0.06澳元 市值为601.20澳元 成交额为190.20澳元 然后我们来大盘 周四澳大利亚股市在关键的黑色星期五销售之前 上涨0.1%至7407.3澳元 科技板块表现最强劲 周四上涨了2.4% AfterPay收高了4%以上 收于111.74澳元 WiseTech上涨了2.3% 资源板块上涨 Nicomize和Mineral Resources 位居当天表现的前五的板块 分别上涨了7.22%和4.43% 锂电池材料供应商 NVX为美国Riversite Facility准备投入使用 在美国本地市场也可以开始供应锂电池材料 股价进行上升了11.89% 近日的排行榜 涨幅方面 支付公司EML Payments涨幅为31.26% 以及涅矿商Nicomize涨幅为7.22% 医疗设备及服务公司Fisher & Payco账幅为4.60% 涨幅为4.60% 涨幅方面 多元金融公司AMP跌幅为5% 以及电子商务公司Kogan跌幅为4.28% 以及银行Bendigo & Adelaide跌幅为3.37% 然后我们再看快速部分 地商平台Kogan触及18个月的低点 Kogan大幅下跌4.28% 收于8.49欧元 尽管其目标是在未来5年内 每年增加20%的销售额 该公司在年度股东大会上 因薪酬问题遭遇了第二次的挂幅 ACCC批准了NAP收购花旗消费者业务 澳大利亚竞争和消费者委员会 不会反对NAP银行收购花旗的澳大利亚消费者业务 其中包括信用卡 个人贷款和财富管理服务 医疗公司Fisher & Payco 上半年盈利2.22亿澳元 与去年同期相比 FPH在截至9月30的6个月中 创造了9亿澳元的营业收入 下降了1% 而税后的净率润为2.22亿澳元 下降了2% 股价是进行上涨4.6% 收入32.3亿澳元 以下是经验的信息来源 密副财富智慧理财全球精确 私人定制家里长青 明天同一时间与您观看 谢谢您的支持